那你不是最有嫌疑 我看 一定是你欠他的债太多还不起 所以雇了个杨猛兽的杀了他 你小姑娘佳佳 你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认识那 对呀 老许要杀人 自己带一把刀 就可以把人家给拆开了 哪用雇凶手杀人哪 不跟你们两个杀财说了 老子要去读两把庆祝一下 没看秀的 师父 这回呢发生在颜康坊 又是下雨 而且后窗户外 不远处呢正好又有一棵大树 完全符合这野兽作案的条件 肯定是像老许这样 欠钱不想还的人 顾凶杀了林掌柜 那么就可以肯定 有人养了一只猛兽 以此来收钱杀人 还有不对啊 猎户还没有请到 胖大人怎么随口就那么确定 窗口上的爪印是狼的 他不可能知道啊 一定是他还请了别的帮手 肯定还是那个李秀一 嗯 对 师父 你听没听见我说话呀 听到了 我们得去找胖大人理论 他一定是把我们找到的线索 告诉了李秀一 哎 那好办呢 我们要他把李秀一查到的线索 也告诉我们那不就行了吗 哎呀师父 你这方面脑子怎么转得慢了 李秀一要的价一定比我们低 胖大人当然愿意 让他来破这个案子了 他只哄着我们给他提供线索 我们可不能吃这个亏啊 哎呀 你有功夫在这算计的话呢 不如帮我去办件事情 拿这个到铁匠铺去 打两副 今天就要啊 打好之后呢 你再去王朗和曾大头家 我们家里面问一问 看他们认不认识林掌柜 回来告诉我啊 哦 师父 那李秀一他 有李秀一帮我们一起查 不是挺好的吗 哎 快去 哎 快去 知道了 李秀大人 哎哎哎 兄弟老弟 哎哎哎哎哎 你来得正好 哎 你知道吗 又死了一个啊 颜康房地下钱庄林掌柜是吧 哎 你 你怎么都知道了 哎呀 你让我静候你的佳音 现在不到一天又死了一个 再这样下去我可交代不了啊 大人这不就是佳音吗 死的不过是个放印子钱的 再说只要破了案子 尚风怎么会为难大人您呢 昨天死的那两个 一个是穷光大 一个是铁公鸡 大人您也正发愁呢吧 这不就死了个放印子钱的 又有钱又不合法度 这对您来说不正是佳音吗 大人 小的要恭喜您又要发一笔财了 哎呀 你有所不知啊 这姓林的财发不了 怎么说 你刚来长安地面还不熟 不知道这西市周边的几个房 凡是开黑钱铺放印子钱的 都是在帮的 要不是龙首会 要不就是四海帮 还有那个天道盟 他们背后全都有大官撑着腰的 要让他们给这小衙门出点辛苦的钱 难哪 原来是这样 这事不能善良 余大人咋 我们要见余大人 给我们个说法 讨个说法 你看 怕什么来什么 现在怎么办 余大人 快点给我们个说法 走 进去 我们要见余大人 讨个说法 什么人在此喧哗 对 讨个说法 余大人 龙首会龙师吧有礼了 免礼了 你们找本官有何事 是 余大人 林掌柜惨死在自己的铺子里 这件事你查得怎么样了 这个 林掌柜显然是被猛兽所害 这个案子确实有些蹊跷 我已经督促我的手下全力稽查 猛兽 这光天化日之下 闹事哪儿来的什么猛兽 即使有 也定是仇家弄来害人的 余大人 这可是在你的地面上 你要不给我们个交代 我们只好拼上一条烂命 到那金兆府 和金吾卫将军府里面 讨个公道 对 讨个公道 讨个公道 人命观天 肯定有个说法 不过 林掌柜是你们什么人 什么人 是我们的结拜兄弟 谁 对 我们的结拜兄弟 我 老兄弟 问问他们 觉得仇家是谁 你们口口声声说 林掌柜是被仇家所害 你们可有线索 什么线索不线索的 除了天道亡那帮畜生 还会有谁 就是 余大人 我们兄弟可以给你个面子 三日之内 要是还不能给我们个交代 那 我们可就要自己解决了 就是 对 你们自己解决 好了好了好了 本官一定会尽力去查 你们暂且回去 不过 不许闹事 不许上街 好 兄弟们 我们走 走 走 余大人 三日 三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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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议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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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修议老弟 你都看见了吧 都是不要命的 大人 你这财呀 发定了 而且被他们这么一闹了 这案子已有进展 说不定很快就破了 你什么意思 大人 您只有按我说的做 不但您不用找他们要钱 他们还得抢着给大人送钱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您还没听出来吗 天道盟是他们的死敌 这多半也不是什么好惹的 不管林展柜是不是他们找人杀的 但是这两帮人在私底下 已经是剑拔弩张了 到时候大人只需要在底下 微微那么一挑动 让这两帮人狠狠地火病一场 大人 您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了 而且要上街 要闹得越大越好 最好让两帮人都死伤几个 那怎么行啊 这可是在我的地面上 您放心吧 您哪 最多就是挨顿骂 可这是天子脚下 坏了面子上的太平 多大的官也不敢照了 到那时再有势力 为了压倒对方 都会抢着巴结管街面的衙门 到时候大人 您就等着数钱吧 想不到啊 修议老弟 你还有这等脑子 独孤仲平也给大人出了不少这样的主意吧 他哪会啊 他只会破案子 这种生意上的事 哪比得上你啊 大人还记得我是个生意人 那这个 六四 五五 成交 多谢 小医老弟 你说 让他们火兵一场之后 这案子也就能破了 谁要他们动起手来 我自有办法 您看 这是纯黑狗的 这是打仗的黄金贝 还有杂色的 您看您看 多好啊 老板 有没有几张遗色的 还有 再算我便宜点 谁让你是古大厨的朋友的 看你也是真心要 要不 一共给二百文 全拿走 两百文啊 你这些野狗也是接上套来的 五本生意嘛 你再给我算便宜点 瞧你说这话 野狗是不假 可我也得去套 也得去杀 还得拨呀 您总得给点辛苦钱吧 我说不过你 只能这样了 两百文就两百万 这 这天还热着 您着什么急呀 要不我给您找个采访 不用了 师傅 怎么 你们在干什么 干什么呢 怎么啊 没什么 我这 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冷静一点 快快 行了 他都走了 行了 冷静点 干吗 你冷静点嘛 这些皮子 是我要的 有用处 有用处也不行 这野小狗多可怜哪 没有家没有人管 还要被畜生伤 你居然送到树里买 我 你揉一揉这些毛啊 这毛多好啊 不是你喂的那一波呀 那也不行 你太狠心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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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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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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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我来吧 不用 给我 这样是吧 虽然你很聪明啊 可也不是样样都行 看见没有 你给这样 嗯 嗯 是这样 对吧 嗯 对对对 哎 哎 嗯 好了 差不多了 都封好了 拿起来看看 哦哦 哎 嗯 还差个东西 等等啊 什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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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这个东西干什么呀 我想看看这个狼有多大吗 这也太大了 可是根据爪子的大小算起来 就应该这么大 是吗 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大的狼啊 没听说过就好了 你要不要穿上试试 到楼下去下下那些客人 不要了 太难看了 不要 怎么回事 再不让开 老子宰了你们 滚 滚 滚 退后 退后 去 滚 滚 再不之后老子宰了你 去 去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 别 别伤害他们 大王 小弟弟 他们不是坏人 我瞒着你点 我瞒着你点 把刀收起来 他们害怕 这群风狗 我们一见门他们就扑我们 你们 给我听话 你 把他收起来 你们是幼稚无味的 是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我们刚到衙门当差不久 您是独孤先生吧 是 我们都听说过您 奇甘奇甘 那还没请教你们大名啊 小子叫姜萍 这两位是张猛和王福 独孤先生 这么晚了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是韩普同让我们过来的 对 那他人呢 在大厅里 让我回去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别乱 别乱大家听我说 你干什么呀 别乱出去 只要 大家今天晚上 不出这个门 就没事 就在这儿喝酒 就行了 喝酒 什么回事 不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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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事 没有事 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只要不出这个门 就行 我们要陪陪你们 一起喝酒 喝个同学 喝什么酒啊 我们要回家 让他 让我回家 韩普同 别在这儿卖关子了 这倒是于大人 派你们来的 为我们好 也得跟我们说清楚啊 是不是啊 是啊 说清楚啊 是这样啊 这个于大人 于大人哪 得了一个消息 说龙首会和天道盟 要在这儿闹出些事情来 所以派我们 来保护大家 别怕啊 别怕 没事 只要不出这个门 就没有事 怎么不早说呀 没事了 这于大人啊 也是为我们大家着想 今晚啊 大家就别出去了 就在这儿尽情地喝啊 酒钱我包了啊 管够 好好好 这样也不错啊 这些人在这儿喝酒 用什么把握啊 于大人 担心的是这间酒店 来就来嘛 干吗穿这身皮啊 我要是不穿这身壮胆 那些不要命的钥匙来招惹 我的人跑得比他们还快 那倒是 还有啊 叫你的兄弟别再替你站着了 多碍眼哪 多影响这些酒客喝酒的心情啊 来 给你满上 来 给你满上 要不我在廊下单摆一桌 让他们喝酒去吧 好啊 酒店呗 过来过来过来 来 老板娘啊 带你们去吃好喝好 来 过去吧过去吧 来 跟我来吧 师父 去吧去吧啊 你说一大人知道邦会要火病 为什么不去街上管 但只派人来保护荣库酒店呢 徒弟啊 看来你的碧莲姐 也没有把她的故事全都告诉你嘛 嗯 我去找她问问 去吧 快去 韩普通 来 来 那个 龙首会和天道盟的事情 跟林掌柜有关系吗 林掌柜就是龙首会的人 龙十八今天上衙门来找场子 大人哪 听了李秀一的话 故意在底下 不是 哎呀 明白了 我没明白啊 让他们打一架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哎呀 当然有好处了 你们马上就有钱分了 真傻 哦 你先好好当差 有事儿我还会招呼你的啊 对啊 倒背了 别喝 别吃啊 别喝 别吃啊 别喝 别喝 我还没喝 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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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早呢 要等到后半夜 你怎么知道 他们后半夜在动手 他们各自广招帮手 这些人并不是光德房的 打完了之后呢 总得快些散去啊 我明白了 后半夜动手 打完了之后呢 正好天亮开房门 他们就可以赶快离开 免得官府查问 万一有断手断脚的呢 也好赶快去找郎中啊 是不是 原来这长安的帮会 打架也有规矩 所以你先去睡吧 等到了时辰 我叫你 好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原来这荣枯酒店 是胖大人出钱开的 师父 你真有本事 是不是你想花什么钱 他都帮你出啊 一个小姑娘家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赶快去睡 我走了 是 真是一匹好狼啊 三山鼠 老子以为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条汉子 没想到你还真是属耗子的 害死了林掌柜 你怎么连个信都不敢留呢 老师爸 你好久没出来打码头了吧 身上痒痒了是吗 找什么借口 姓林的虽然该死 我们还没有空帮这个忙呢 怎么 想来仗是不是 有什么可赖的 就算我们杀的又怎么样 兄弟们 都听见了吗 听见了 上 杀 杀 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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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